斯密来找凤九 得知凤九去了凡间并用了法术 斯密责备凤九破坏了帝军的韵布 让帝军错过了情节中的有缘人 解铃还需细灵人 凤九不得已去凡间帮帝军找到有缘人 再续前缘 凤九女扮男装碰上除外入宫和亲 大皇子派人刺杀和亲的队伍 叶青蹄被刺客暗算 信号凤九及时提醒 叶青蹄躲过一劫 刺客被击退 叶青蹄让士兵去搜寻可疑人物 没想到士兵把凤九抓起来 叶青蹄连忙提凤九松绑 并告诉凤九宋玄人一直在找他 凤九有些惊讶 大皇子听说刺杀失败 故意说好话安抚回来的士兵 暗地里却用毒酒将剩下的士兵给毒死 除晚禁电 宋玄人客套夸赞了除晚一番 并封除晚为晚结余 除晚离开之时 叶青蹄在殿上告诉宋玄人 自己找到了小九 宋玄人很开心 小九觐见之时看到了除晚 发现除晚和鸡痕长得一模一样 轻唤了鸡痕一声 鸡痕已经失忆 自然没有反应 可是除晚身边的侍女林湘却听到了 立马露出不对劲的表情 凤九进殿后看到宋玄人后 有些发痴 忘了行李 叶将军提醒才反应过来 宋玄人想要赏赐凤九 凤九只求在宫中保护宋玄人 宋玄人觉得凤九的赏赐很奇怪 但也依了凤九 叶将军提了一壶酒 来找凤九表示感谢 并和凤九结为兄弟 凤九让叶将军帮助自己找周梦西 也就是帝君在凡间的有缘人 宋玄人准备去探望凤九 而凤九喝醉了酒 在外溜达 不小心撞到了宋玄人 两人纷纷落水 还好凤九溜得快 还准备回去泡个热水澡 宋玄人只知道和自己一起落水的是一名女子 让侍卫打捞 却没有消息 宋玄人对落水的凤九一见倾心 还派女扮男装的凤九和叶清提 一起寻找落水女子 明明自己就是王军要找的人 还要帮助王军寻找 凤九表示无奈 叶清提带凤九见自己的兄弟们 见凤九甚得稳弱 大家表示不服 凤九和他们比武 获得胜利 让一群人心服口服 叶清提来找凤九 告诉凤九自己并没有查到叫周梦熙的宫女 凤九觉得奇怪 周梦熙到底存不存在呢 预知后事如何 请登陆谈讯视频 搜索三生三世诊上书 速看版